来看到在0214呢 大陆的渔船翻覆案 那么在金门海域发生执法意外 双方在30号上午的9点重启协商 达成了共识还有签署协商文件 在我方的部分呢 是依照协议发还两具一体及查扣的渔船 并且给予两位遇难渔民的家属 人民币150万元的抚慰金 那么同时呢 对于执法过程 未录影搜证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海巡署长 在让张忠龙在公计会场 对执法过程未录影搜证也来致歉 整个案件在经过五个多月 总算是告一个段落 那么根据了解协议 并且做成附带决议善意来处置 金门的无信调刻 大禁满88号渔船 两件事情现在都逐手进行 大家来看到在这一次最终呢 达成了一个协议 那么是官方对官方 官方对民间还是什么呢 那么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 当事人对当事人 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 这次的案件 跟两岸协议商谈判无关 要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 两岸的协商谈判 才能够来恢复 好再看到是厦门台协荣誉会长 吴嘉莹 也认为整起的事件落幕 为其他事件协商 起了一个好的开端 但是呢在惊吓旅游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顺畅 持保守的态度 因为关键还是得要来看看 在这个赖清德政府的态度 以及两岸的关系政策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现在呢在这个淡大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主任张武岳学者怎么看 在这个部分 两岸在520之后 双向的正常交流 做了一个很好氛围的铺垫 签署共识 让各自都找到一个台阶下 但是不论这个疙瘩 是不是真的翻页了 至少说 现在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 那么同时文大国发大陆索 副教授也说了 发生这样的事件 事实上在两岸双方都不好受 因为卡住了太多事 像是两岸的交流啦 观光啦 等等等 那么现在呢 这个部分 以各岸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还留下了许多 日后两岸冲突下 诸多层面的一个悬念 所以看似顺利落幕 但是后续呢 是不是还是有更多问题带解 能够继续的交流吗 好 现在可以看到 重启协商一个共识 那么已经是留下了 这样的一个结束 在昨天的部分 那么现在赖清德总统 他说对等尊严原则 对话取代对抗 好 但是说中国是威权主义 中国是事迹威胁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都希望能够交流 但是呢 现在这个话一出 那你可以看到 赖清德连外至终的意图 是否太过明显 那么中华民国总统是谁 台湾的民众安全力 才是重中至重 现在也很担心 好不容易互地的橄榄枝 会不会赖清德又讲出 这样的一个话 被他的真心话又给吓到 又给缩回去了 那么赖清德在出席IPAC年会 就重申了这个 和平四大支柱的行动方案 那么同时呢 也表示台湾会致力 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好 在以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会对话取代对抗交流 取代围堵能够达到台海和平 而至于说台海真的能够和平吗 持续也要来看到 在这个遭到日方扣押的 苏澳籍渔船附身号 好 附身号在31号凌晨 一点钟回到了南方澳的渔港 终于呢 在这个部分是回来了 但是因为先前 跟日本船舰追逐的时候 发生碰撞 所以在船舱的部分 回来可以看到是破了一个洞 也担心船只的结构受损 发生危险 所以是由海巡队来派出舰艇陪伴 来护送返航 船船外壳破裂露出内部结构 一旁的船舱也被撞出一个大洞 上面的红色管线也断裂脱落 遥遥欲坠 地面则充满破裂的碎片 28日下午 疑似越界捕鱼 遭日本海上保安厅追捕的 附身号 31日凌晨一点左右 反抵南方澳渔港 但在追捕过程中 和日方船只发生碰撞 结构受损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海巡队派遣宜兰舰和警艇 接力借护附身号 招押到石渊岛后 家属支付150万日币担保金 终于在30日上午早上8点 从石渊岛出发返回宜兰 历经17小时的航程 31日凌晨一点 抵达南方澳 看到附身号的受损 苏澳渔会总干事表示 双方应该针对 渔民海上作业规范进行协调 不应该用这样撞击的方式 让我们我方的渔船损害 至于究竟附身号渔船 是否越界捕鱼 以及渔船受损理赔问题 目前都还要做进一步调查 记者林医生 宜兰采访报道 遭到日方扣押的渔船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已经回来了 那么同时在 今晚渔船的翻覆事件 30号也算是圆满的落幕 外界就关注金门模式 是不是未来会成为 两岸协商的一个基准呢 陆委会主委邱垂镇强调 政府主导才能够维护国家安全 而另外在兰茵的立委们也希望 在金门落水调客 还有被陆方扣押了大进满88号 能够在8月份顺利回来 由于双方同意协商文本不公开 但双方会共同配合 落实协商的内容 陆方就是有一些什么 恶性壮传的说法 我想今天能够达成共识 就证明这不是双方协商的一个障碍 那我想今天能够达成这个共识呢 那最基本上就是双方释出善意 用诚意持续不断的努力 来搁置双方的旗舰 共同用善意理解 然后持续努力 才有今天达成共识的可能 所有重点都在政府主导 官方才具有公权力 才能够维护国家安全 及民众的福祉 才有能力务实解决民众的问题 这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及价值 是以台湾的澎湖的渔船 被扣押 金门的渔船被扣押等等 还有在那边钓客 应该可以在8月份 可以顺利的回来 这倒是我们赶快要看到的结果 好金门协商落幕了 大家也关注两岸的下一步 那么在昨天顺利完成了 021次露传事件的协商 也传出呢 在我方是发为了 撫慰金给两名死者家属 总共是新台币1360万元 那这个撫慰金哪里来的呢 现在传出是来自企业的捐赠 消息人士更进一步透露 捐赠者就是英业达集团创办人身兼 中华民国海巡之友总会最高顾问 叶活一 那么对整个事件呢 他本人是十分的低调 好 英业达昨天表示不便回应 传言台湾很多愿意 企业都愿意出钱 重点不是出钱 是在为两岸的和平来出力 所以这个部分呢 好 可以看到 在英业达部分 并没有直接来证实 那么赵浩康就说了 一件事情被搞成这样 能力程度很差 政府因为怕被骂 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找企业捐 政府出面找企业 不等于是强迫吗 另外王威就说了 这样的举动就是为了保护管碧林 因为如果是政府来赔偿 就要追究责任 那管碧林就难辞其咎 所以在这一次的协商 可以看到 两岸官方实际 涉入的程度很深 极力淡化官方色彩 就是要帮管碧林来解套 而民营党立委洪世汉说 两岸之间处理争议问题 本来就需要更多的弹性去处理 好 整体事件落幕了 那么现在归还了 大陆拟案者遗体 还有查扣的渔船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现身在刑事院部会首长 共事营 他说沉淀了167天 大家暂时放在旗舰 先顾大局 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金门的谈判 您好像有出了蛮多的力 来促成的 我想很多人的努力 最主要是经过 167天的沉淀 第一阶段 在金门有过14次的协商 第二阶段也第三次协商了 能够顺利圆满 我们很乐于看到这样的结果 好 看到就是耗资了2.3亿 以台海阵阵为背景的电视剧 那么明年就要上映了 但是要看到这个戏剧 是联电创办人曹新成投资的 前官会副秘书长林锦昌 民党立委沈不扬等人担任了顾问 放眼看去 清色正绿背景 也被指引说 这难道是一部绿色的军教片吗 对此前中央董事长赵康指引说 明年就选举年了 所以很显然 这又是为了选举的认知作战 一起进场的就是台海战争剧 临日攻击男女主角 上周举行发布会 这初号称曹新成也出资 演绎战争发生 前七日的史诗级影集 被质疑是在大内宣 先看剧情开始 电视台报道 中共军机落海 解放军以搜救名义 封锁我国周边海域 以搜索为室友引发战争 这不就是1937年的 盧沟桥事变吗 桥段也太老梗了吧 如果是盧沟桥的剧情的话 那请问一下台湾的军队 到底是日军还是中国军队呢 干嘛运巴掉下去 才什么封锁台湾 装孝伟现在不就封锁了吗 2024联合力之前 还需要运巴掉下去 哪需要掉下去啊 另外剧中正职政权交接 现任总统是女性 也让人联想 难道是指卢秀燕 但要是卢秀燕当总统 大陆打来的机会 有比赖清德高吗 旅日公体想要塑造的是台湾人 看起来随时会被解放军挨打 就民进党现在政府的一些反应来说 事实上四个字微露雷软 根本不用你拍 他的剧情里面还是融入了很多像是第五众队 那因为他请了沈柏阳嘛 除了沈柏阳在顾问团中 名单还包含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锦昌 文总秘书长李后庆 清一色正律背景 而出资的除了有企业家曹星成 还有文化部中华电信高雄市府等单位 遭质疑成了绿色军胶片 结合选举考量兼顾认知作战 甚至还能培养绿色产业链 一举多得的戏剧的确堪称史诗集 记者石温贤张良浩台北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